这是一连串正能量的传递 90后打工仔为抓小偷伸中竖刀 被偷女孩将他送往医院 执意承担1万元医药费 医院得知后免除一切治疗费用 小伙单位承诺在他养伤期间全额发放工资 上海市文明办表示将接小伙父母来互团聚 他就是正能量的源头 憨厚的安徽小伙周传金 8月29日中午 地铁上海火车站的人流中 一名男子尾随两名女生 并伺机从其中一人的包里 偷出一部手机 碰巧 周传金迎面走过 周传金见状未加思索 冲上去抓住了小偷的衣领 夺过手机 并试图将小偷交送地铁公安人员 不料 歹徒突然掏出匕首 向小伙手臂连砍竖刀 鲜血喷涌而出 在地铁安保和警方的合力围捕下 小偷随即落网 小伙在施主的陪同下被送往附近医院 院方决定立即执行手术 但今年刚来上海打工的周传金并不宽裕 于是 施主徐家果断地垫付了1万元医药费 等手术开始后便悄悄离开上海 返回故里南京 手术后 周传金致电徐家 表示坚持要还这1万元医疗费 双方争执不下 医院得知情况后 果断决定免除周传金一切医疗费用 医院还提出 为周传金特别安排一间单人病房 但遭小周谢绝 因为在他眼里 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事 这几天 周传金勇夺小偷的视频 在网上被大量点击 相关微博转载过签 正能量不断传递 工作单位决定在小周养伤期间 全额发放工资 警方正全力申报建议勇为称号 上海市文明办拍代表探望 并表示将接小伙父母来乎团聚 这些都源自周传金刹那间毫无顾忌的决定 如果我良心执意让我去做一件事的话 我没有去做 那到最后我良心肯定会谴责我